到目前为止是以高盘来开出 对 看美股的样子呢 似乎也是受到一些激励 目前来讲的话 美股还是呈现一个 比较高档震荡的格局 短线上面应该都还是来旧股啦 但是回归到台北股市来看 柯南选股 柯南选股 对 刚才再三地在强调说 现在台北股市跟的不是美股 而是东南亚股市的一个状态 当然如果就各股的选择上面来讲 刚才我们有提到说 包含外资的动向 包含投信的动向 但是更让投资朋友关心的 应该就是 那我们本土的资金呢 那些业内实户 他们回来了吗 他们在这一波里面 有没有脚底抹油呢 其实如果我们要去追踪 业内实户 甚至大股东的一个状态的话呢 最有效率的一个方法 就是利用我们吉保公司 所公告的股权分散表上面 来进行一个追踪 而且从上个月开始 这个股权分散表啊 有开始出现不一样 非常大幅的变革 也跟大家来报告一下 因为过往 股权分散表是每一个月 月初的时候公告一次 那但是从上个月开始 五月份开始的话呢 它加快速度了 变成每一个礼拜 就公告一次 掌声鼓励一下 吉保公司 对 这也就代表说 你可以更贴近 现阶段的市场的行情 更及时的去抓到 不管是大股东也好 小散户也好 在每一档股票 它的一个动向 那至于这个部分 当然因为先前 我们也有跟大家 介绍到很多次 所以我们就赶快来整理一下说 就目前为止来看 最新的动向里面 有哪些的一个公司 似乎也有出现一些大股东 在回股股票的迹象 的一个个股 我们很快浏览过去 包含像是在森据 森据国桥 吉盛 森瑞 东浦 康浦 这些我觉得都是 蛮标准的一个例子跟案例 我举个例子 比如像森据 森据这张股票 它是在做货柜 这个成板这些的一个东西 那如果就整个 股权分散表上面 先来做一个追踪跟观察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一个 有趣的一个现象 现在画面上看到这个东西 第一个栏位上面 当然就是它的K线图 第二个栏位 蓝色的这条线 就是它800张以上 包含1000张以上 应该可以堪称为大股东 它们持股比重上面 所变动的情况 第三个栏位 橘色这条线 就是5张以下 我们把它视为是散户 持股比重上的变动 你就可以发现到什么呢 过去这三个月以来 其实升聚的股价是形成的修正 亦或是震荡整理格局的 可是连续三个月以上的一个时间 这个800张以上的大股 大股东 它的持股比重 确实在增加 反过来讲 像散户这个区块 倒是没有太特别的变化跟表征 也就代表说 纵使它的股价在历经修正 其实这个大股东的筹码 都没有松动的一个迹象 所以整个升聚的话呢 它的股价才能够维持一个相对强势的格局 那如果再进一步去看到 他们为什么要积极地在回补股票呢 或许这张图表可以说明一些答案 这个是升聚这家公司 过去四季EPS加总的一个变动图 你就可以发现 过去这几季的一个时间 的确是相当相当明显地在成长 尤其它第一季的话 EPS就已经达到1.88块钱 去年全年的话 不过4.5块附近的一个数字 那光今天第一季就已经1.88 想想看 其实成长幅度算是蛮激烈的 所以回归到它的K线图上面 来做一个观察 你就可以发现 它这两天的确是有一个 比较明显转强的迹象 从股价开始脱离下降趋势线开始 并且打了一个小底过后 这两天算是一个标准有效的 带量突破格局 这根长红K棒算是很漂亮 所以我认为说升聚的确有机会 它再走另外一个 波段的行情走势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到的现象 那另外一档 比较标准的案例 深锐 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例子 同样的股权分散表 上面来做一个观察 800张以上的大股东 可以发现 这几个月 甚至也是持续的 有这个明显买盘进驻的现象 但反过来讲 橘色这个散户 它却是在卖出的 所以你会发现说 深锐最近似乎也有一些 整理格局开始转强的迹象 但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去追踪到 那大股东他们 最近这一近期在买股票 那他们是怎么个买法呢 其实更深入 我们还可以去看到 券商进出表的这个区块 这个是从2月初到现阶段为止 深锐他的券商进出表 你就会可以发现到有趣的地方了 买超第一名的是群艺经理 大安买超了6000张左右的数字 赵峰 陈中分公司买超了1900张 统一的总公司买了500张左右 包含三峡 包含凯基的三峡 跟凯基的永和 也都有买超 名列前五名当中 那重点在于哪里呢 重点不在于这个绝对的张数 而是在这个比重 也就是说呢 这么长一段时间 这么多的成交量里面 换手量不断地在变更的过程当中 有效的换手量 群艺经理大安 竟然就吃了45%的筹码掉 也就是说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哇有45%的筹码 就流向这一家的券商 如果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人的话 哇就流向这一个人的口袋里 所以他的股权是越来越趋集中 所以回到整个深锐 它的K线图上面 去做一个观察 你就可以发现到说 就是刚才这一段期间 很像整理的期间 开始在进行一个 比较筹码集中的现象 或吃货的现象 那当然现在整个股价上面 还没有非常正式地 突破这个整理区间 假设它有办法 在后续的行情走势当中 顺利地突破整理区间 那也是一个可以去追踪 跟观察到的一个 很明确的一个现象 所以深锐是这个样貌 那当然我们在观察 这种球马流向的同时 除了去看大户 它的动向之外 另外一股 也是蛮有效率的势力 也就是在于说 自家人这个部分 我觉得也是值得观察 要怎么去观察到 自家人的动向呢 比如东浦这一单股票 同样的股权分散表 你一样可以看到说 大股东似乎在近几周的时间 有密集在买进的迹象 那它是怎么个买法呢 往下看到券商进出表的地方 就有趣了 我先不公布答案 大家先刮短短十秒钟 来看看这一张的表格 包括买超第一名的 勇权南台 到第二名的陶宗 接下来的分工师 甚至看到下一页的地方 到排名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第九名 第十名 有趣的地方发现了吗 回到上一张这个地方 东浦呢 它公司在哪里 就在台中 那在这一张 券商进出表里面 我没有特意去筛选 就让它自然排序下来 在前十名的券商里面的话 这是台中的券商 这也是台中的券商 凯基的大业 也是台中的券商 到下一张 包含到了 这个 第八名 这个地方 又是台中的券商 甚至这个第九名 也是台中的券商 那么青一色 都是台中的券商 在买他们这个东浦 所以从这里 也可以看出些端倪 显示说 东浦或许 它的营运上面 或筹码上面 有开始出现 不一样的绩效 当然提醒大家 这张股票的成交量 是比较低一点点的 所以说进出上面的话 要稍微谨慎一些 但是基本上 这个也是蛮标准的一个 观察上的一个案例 所以我们回归回来 去看一下说 有哪些的股票 现阶段在整个 内资这个区块 有比较明显的 这个在买进的迹象 升聚 神机 国桥 吉胜 深瑞 东浦 康浦 这些都是一些案例 当然这样的方法 大家也可以适用 在您自己的股票身上 你可以自行去做一个检视 那当然今天 除了从筹码的方向 去做一个追踪之外 那也有一些的股票 它是已经开始有出现 比较明显转强的迹象 尤其有少部分的个股 这一波没有往下跌 反而逆施抗跌 今天又搜红往上攻 那就非常值得注意 我也把它整理出来 相对强势 而且带了一辆强谈的股票 包含有业绩题材的 汉平 山谷 F 利红 全新广华 同志 环天科 广龙 何大 这些我觉得都是蛮标准 可以去持续观察到的案例 OK 我想每个人 因为我们都不是八神 我们一辈子可能都没有办法 做到八神 但是我们倒是可以 透过一些方法 投资人家找出到一些 成功的模式 或者是不败的模式 ATR的表现也不错 谢谢大家的锁定 谢谢大家的锁定